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畅文天下事。 第一眼见到自己的孩子时,总是难以失望,一位宝宝长得皱巴巴的,一点也不可爱,这一点也不符合萌娃的幻想,甚至震撼到长得这么丑一定是护士报错了吧。 不过呢,一段时间后,小丑娃很快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了,那为什么每个孩子都会这样呢?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,小婴儿应该是胖萌的可爱模样,婴儿当新生儿出生后,家长们会迫不及待地和脑海中已经设计好的孩子做对比, 结果发现差距太大,其实新生儿一点也不丑,只是因为各种原因,颜值没有达到父母的预期而已。 客观地说,刚从母体出来的小宝宝,大多数都长这个样子。 首先,被子宫和产道挤压,穿过母亲那窄窄的产道,宝宝的骨骼系统尤其是软骨还没有发育,经过产道时被这一挤,宝宝就会出现各种丑态。 不过,随着宝宝的发育和对身体对血肿的吸收,这些变化会慢慢消失。 其次,在被羊膜囊包裹9个月后,不要指望宝宝的皮肤粉嫩如水蜜桃一般。 多数宝宝出生时,皮肤都是灰紫色夹杂红色斑片,而且皮肤上会附有一层白色油腻的皮脂。 它在子宫中包裹胎儿,隔离胎儿皮肤与羊水,并有抗菌作用,且在孩子出生后依旧能起到保护的作用。 这种丑是一种自然过程,是新生儿独有的面貌,简单的说就是宝宝还没展开。 一般来说,宝宝出生48小时以后才会真正变得好看起来,特别是一岁内的宝宝变化超快。 总之,宝宝会慢慢变得漂亮起来,宝爸宝妈们完全不用担心,无论没丑,始终是自己的孩子呀。 好了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我们吧,我们下期再见。